今天Communiting新增43040例本土病例 境外一路有45例 另外死亡個案有48例 那今天新增的病例數較昨天減少240例 減少約0.6% 較上週六多4883例 增加約12.8% 今年到9月30本土病例總共641萬1864例 那今天新增227例本土中央症以上的個案 那今年迄今中央症總共28187名 其中10247名死亡 那目前新症不症狀占全部病例的99.56% 昨天六個月到四歲幼兒有7136人接種莫德納籍輝瑞疫苗 其中第一劑接種3383人次 第二劑接種3753人次 那該年層第一劑接種率39.6% 那第二劑接種率9.0% 那昨天莫德納次第疫苗總共接種16752人次 那另外昨天總共接種50736人次 疫苗接種人口涵蓋率第一劑93.7% 第二劑87.7% 追加劑的接種率73.3% 那第二次追加劑接種率是11.0% 其中65歲以上接種率38.5% 那今天無特殊死亡個案 也沒有特殊重症個案 那截至今天兒童重症總共234例 包括腦炎31例 肺炎25例 心肌炎2例 敗血症3例 孝吼11例 家中死亡8例 面積有151例 公病3例 有34例死亡 以上 這次推測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